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彭斯是美国抗击疫情的一把手了 因为有版权问题 我不想惹这些麻烦 人家有没有版权问题 这是福克斯的 然后有人把它翻译成加中文的字幕了 我大概跟大家解释当时人家记者 这个主持人问他一个问题就是 总统跟习近平通话我有几个问题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谁都看出习近平在撒谎 而且在欺骗 在掩盖数据 那为什么总统不揭穿他 那作为中国来讲 他对世界是应该负有责任的 那他以欺骗的方式去对待总统的话 那总统不应该这么对待他 彭斯在对这个问题呢 他回避了 我怎么看 我看了看他基本回避了 他没有直接答 而是去直接讲了 美国社会今天面对疫情将如何处理 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后 在这个西雅图就是死了六个 那在他回答之前死了两个 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候又死了四个 那四个人 六个人呢 他们同曾经都在一个叫做 Life Care Center 叫什么 健康恢复中心 有点像老年 有点像老年中心 他就叫Life Care Center 所以六个人都是那一个地方 那现在那个里头呢 大概有二十几个 十四十几个医护人员 另外还有几十个人 就是同样在那个中心的 在北面有很多一些老年中心 那有些条件比较好 就是那些人呢 用他退休金 那个里头我见过最好 大概有好的有四星级的酒店那样 那里面有医生有护士什么都有 专门为老年人的准备的 那很多是单身的 当然也有夫妇两个人的 那他们组织活动 听起给我感觉起来是这样的中心 所以我说他这个概念有点像大秋 大秋当时韩国出现状况 就是是一个宗教团体 那彭斯在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回到彭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去回答有关川普的态度 而是讲美国的努力 他认为在他争取在六个星期之内 疫苗能够用在人的身上 就是在动物身上 人身上进行试验测试 他有了信心 而且政府已经透过他的相关法律的 和一些相关特别的渠道 基本打通了所有阻碍 因为任何一个药物当用在人身上的时候 美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 他不会像说不会像中共国似的 我看有学校必须得喝 吃什么中药 一人一口 绝对不会的 那是中共把人当成动物来对待的 美国社会不会的 他任何药物都必须经历过 彭斯也讲 所有药物的使用必须经历 经过他严格的完整的程序 他走过这一套程序 这套程序包括主要是对人的负责 他不会因为一种疾病的威 那种威胁性而打破这种规矩 作为国家角度来讲 但是一些行政上的管理规矩 他可以打破 但是作为药物本身的 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 他不会打破 他主要是讲这个 那后来记者问他说 通常这种药 你就目前来讲半年吧 他说怎么也得半年 他说你现在想在这个季度 就是这是三月份 他想在这个季度完成 有没有可能 但彭斯是说他尽最大可能 如果疫苗 so far到现在 美国跟台湾 都已经相应的培养出 相当成功的疫苗的初步阶段 在进行动物试验 那台湾也表示他们做出了 昨天前天都有类似的表示 相当具有成果的 而且相当乐观 那这个疫苗的产生呢 只要疫苗产生出来 通常这一种病呢 就基本就是被抑制住了 就像人们种水痘似的 对吧 水痘天花是非常厉害的 但当人们知道了疫苗 用水痘的概念 那作为天花来讲 他就失去了 他本身的那个概念 那这个东西在 在其实 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 同样也是这样 一物相一物 对吧 那当初就这么定的 当温神出现的时候呢 神龙就给了人间柴湖这个药 所以他都是这么对应的 一对一一对一 但有没有完 没有 只是这样一波 达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在这个结果当中 能够有始终上人醒悟 那是人们的说法 那是人们自己的造化 所以在整个 大概有前后 两分多钟到三分钟 他们翻译的 大概涉及到内容就是这个 所以给我看到呢 给我的感触呢 就是记者 美国社会 主流社会 对中共 对习近平完全是不信任的 完全不信任的 那而川普呢 给我的感觉就像通常说的 在跟他的团队 跟美国社会呢 唱双簧 故意这么唱双簧 这是给我体会蛮深刻的 信任的很大程度 就在媒体宣传上 我们知道中共 美国人对中共的宣传的机构 宣传体系 相当不接受 而这个《华尔街日报》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当代的东亚病夫 讲今天中共国 那结果 习近平就 驱除了三名 《华尔街日报》 驻中国的记者 那在这件事情上 对美国政府来而言 对美国国务卿而言 是相当不接受的 结果美国国务卿 刚刚宣布 要对五个中共国 驻美国的官方媒体 实施人员限制 这是刚刚出来的消息 一个小时之前 美国国务卿宣布 对五家中共国驻美国的官媒 实行人员限制 还限制持外国媒体签证 到美国的中共国的 国民的这个拘留日期 持外国媒体签证 也就讲说 你比如说CCTV 它是以媒体人的方式 CCTV的媒体人 主持也好 这个记者也好 来申请到美国签证 那当这种签 媒体签证的时候呢 通常在美国 我见过最多的 可以给五年 那它的概念就是说 中国公民到美国的 用媒体签证的限制 缩短 应该是缩短拘留期 在推特上 发布了这项限制令 五家中共官媒 新华社 CGTN 环球电视网 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 和美国海天发展 那其中 新华社是中国通讯社 海天发展 是人民日报 在海外版的总代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它认为 要限制他们的人数 不是独立媒体 跟外国媒体机构不同 它是中共官方的机构 这是二月十八号 给它定位 它当时的定性就等于 把中共的媒体 等同于 中共国的领事馆 就像美国驻 成都的领事馆 概念一样 它是这么个身份 所以它叫外国使船 美国公认认定 是中共国的外国使船 那结果19号 就立刻吊销了 华尔街日报的 三名驻京的记者的签证 并且驱除出境 理由是一篇评论文章 诋毁了中共国 抗击疫情的努力 那是那个借口 那篇文章 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 是2月4号写的 那它处理的时间 是15天之后 所以就被美国国务卿 解读成 这是中共国的 故意报复 那它就相当不高兴 所以这是中共在利用 自己权力的过程中 随意的去解释 就是随意的去达到 它的目的 这种做法 就被我解读成 就像孙杨似的 对吧 只要我赢了 Who cares 我怎么用办法 对吧 牲口的办法 驴的办法 那个鬼的办法 I don't care 他才不管 只要我赢了就去 所以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很多人是采取同样的生命态度 而这种生命态度 对正常人来讲 是不能接受的 其实这里面都包含这个问题 所以北京做法 让美国国务卿很不爽 直接发表声明 要再次跟中共国对抗 谴责中共国限制言论自由 更说要采取适当方式 进行回应 寻求的是平等对等的关系 根据国务院的限制令 限制令将在3月13号生效 在美国的人员的编制 现在有160人 它五个媒体机构 一共有160人 它想要减少到100人 砍掉60个 砍掉60个 160人是多少 30% 30% 30% 40% 将近40% 那这个数字呢 是根据媒体签证而来的 也就是说 美国公务院签发出 160个媒体签证 给这五个媒体人 将对所有持外媒签证 到美国的中国记者 将限制拘留日期 他没说具体多长 这是今天他下午发出来推文 应该是下午一点多 下午一点多 以这种 以美国公务卿的身份 以推文的方式 直接作为政府的行为公告 所以很显然 就是美国与中共国之间的 这种较量呢 我们看到就是火味越来越冲撞 而且大家直接了当 那而中共在 会不会跟习近平要把责任 就是 武汉非典责任推给美国呢 可能有关系 因为那种推波的做法 它是要仰仗媒体来做的 那美国国务院来讲 美国的政府来讲 对中共做法非常清楚 只不过就是 它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对应 要迎合现在的一个状况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没有人能够阻止死亡 但是人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命 选择自己生命的过程 选择自己生命的定位 那是境界 而不是利益 所以在今天 在世俗中 在凡事中 人们的利益遭到了一种 类似天意的绝煞 命运的绝煞 每个人都可能出现 生与死的选择 当利益 最大的利益的选择 生与死 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时候 其实人们的惧怕 源自于人们的肉体 但是呢 人们生命的境界 却有着洞彻自己生与死的 本身的这样的生命的选择 生命的过程 就我个人来讲 在我们的节目中 贯穿了 尽可能贯穿了 在现实环境中的 这种沉浮 这种对比 这种冲击的过程中 希望给大家一份宁静 订阅石头 很感谢朋友们 订阅石头的radio 石头的声音 在淡泊之声 恰似无银的肩膀 直面这尘世的宿命 每一个人都面对宿命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石头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石头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石头的声音